日前在台北市的台大校区旁发生了百万元抢案 当时是一名男子呢 当街被两名抢匪抢走360万元现金 但奇怪的是明明是早上被抢 但是拖到晚上才报案 现在警方怀疑这恐怕是诈骗集团 黑吃黑 只能说近期这台北市街头不太平静 因为这已经是一周之内的第二期百万抢案 黑衣男把腿狂奔 后方还追着两名男子双方四命的跑 一方怕被追上 一方怕追丢人 最后黑衣男还是被抓住 手中的后背包当场被抢走 当时两名嫌犯就是在这里埋伏 超过30分钟以上等待被害人出现 但没想到被害人遭到刑抢后 竟然隔了10个小时后才报案 让人非所思 事发在台北市大安区旁边 就是国小又邻近台大校区 竟发生百万抢案 根据了解被抢的41岁男子 自称从桃园北上帮朋友拿东西 打开后才知道里面是360万元现金 但令人非以所思的是 他上午11点多被抢 却到了晚上9点多才报案 中间相隔10个小时 就在强案发生不久后 下去警方就获报 有人被诈骗360万元 警方怀疑这根本就是同一笔钱 不排除被抢的男子和刑抢的两名嫌犯 根本就是诈骗集团同伙 想私吞张款才上演黑石黑戏码 选举前夕 北市治安问题浮现 案发隔天中正区北宜女中附近 一名女子带着现金230万元出门 也当街遭抢 而被害人案发后对于案情 同样也是交代不清 连续两天台北市街头接连发生百万强案 治安似乎颇不平静 谢谢蔡一杰 成为想台北采放暴动 苏 面害 苏 交代各 might 快 快